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第七个主题为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 之前我们已经概括了圣经的前三本书 今天我们就会从明书记 生命记 约束亚记和世事记 一起来看讨今天的主题 在前几堂课我们看到了人在神创世之后敌对神 贪恋不属于自己的位置 人类要以自己的定义来去主宰自己的生命 神看为恶就诅咒了全世界 把人类也踢出了伊甸园 神就在此和人类永远的隔绝了 可是在创世纪十二章时 神竟然给了人类一个盼望 神对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 扭转了他对人类和世界的咒诅 因为神要重建他的国度 召聚他所拣选的子民 与他们同在 而且他们也可以重新的侍奉他 在出埃及记 神就展开了他拯救的计划 他自己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 并用他大人的手来呵护这帮人 击打埃及人 以至于他们能够脱离那埃及人的捆绑 到神的应许之地那 去侍奉和信拜他 可是在他们去应许之地的路上 你可以看到他们开始悖逆神 发怨言 摩西在山上的时候 他们还做了偶像来跪拜 既然神已经向以色列人显明了他自己 也在他们悖逆的时候 耐心的教导他们 在他们前往神所赐的应许之地的当儿 他们会纪念神吗 他们会继续的顺服依靠神吗 现在以色列人已经从西乃山走到了西乃的旷野 一路上 神在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 在夜间用火烛光照他们 显明他与他们的同在 在明书记第一至十章 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 照着各自派点数 在给了一些指示和祝福后 他们就一同前往 有着神同在 迈向神所赐的应许之地 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可能今天对你们来说 OK啦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我从小都从祖类学听过了 那么你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回答这两个问题吗 一 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背后重大的神学意义是什么 第二 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事件很重要 是因为神的心意 就是要重建他的国度 来荣耀他 我们从他对亚伯拉罕 所立下的应许 在《创世纪》十二章 就可以看到了 这应许包括 地 子民 神的祝福 和神的名 这些元素 都是在反映着一个国度的画面 而且是一个属于神的国度 神的计划 就是要透过他的王权 来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他拣选了属他的子民 使他们顺服他的主权 预备了一片分别为圣的地 让他的子民 在那能够活出 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 扩张神的国度 这就好像在人犯罪以前一样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 活在神的掌权之下 照着神的心意去管制他的世界 神吩咐他们要繁殖众多 好让世界能够编满各种神的形象 来反映他的荣耀 从前几刻一直到现在 你可以意识到的就是 神不但配得所有的荣耀 因为他是创造者 而且神也很在乎他自己的荣耀 他创造这世界 为要荣耀他 他应许要重建他的国度 为要荣耀他 他从埃及拯救以色列人出来 为要荣耀他 他审判敌对他的人 把法老王和他的军队一律淹没 为要荣耀他 所以这是你目前所认识的神吗 还是你的神只是一个爱你 以你为中心的一个神 因为一个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神 这并不是真神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会在此鼓励大家 能够听回前六堂的讲课 所以进入应许之地 不只是要实现 神在创世纪十二章的应许 这更要反映新的伊甸园 神的子民如何活在神的王权之下 依靠顺服神的话 为神的荣耀而活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一旦神子民不顺服神 悲逆敌对神的时候 神就立刻马上踢出伊甸园 不允许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或者即使他们进了应许之地 也把他们赶出来 焦点不在于那块地 因为迦南地没有特别的圣洁 重点是神 祂的王权 使迦南地特别的是神 使以色列人能够成为神的子民 与别国不一样的也是神 是神定义了圣洁的标准 因他设下了律法 也是神决定这世界包括人类 要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会从这堂课 继续慢慢的从这四本书 来去探讨神如何渐进式的启示 这个大计划 从明书记十章后 神就带领着以色列人一同出发前往应许之地 他们会学到他们以前在出埃及记的功课吗? 第十一章 让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节 人民发怨言 而神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 就发烈怒 耶和华的火就在他们中间焚烧 烧进了余地的边界 神的子民竟然又开始发怨言了 而且这次神没有像他们 没有像他在出埃及记一样 对他们有耐性 慢慢的教导他们 现在神立即发烈怒 就用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在以色列人上洗奶山之前 当他们埋怨的时候 神立即就寄给他们食物了 出埃及记十六章 而十六章 而是在明书记 西乃山之后 当他们一出怨言 神就立刻马上惩罚 击打致死 不但如此 西乃山之前 当以色列人在安息日 做一些神禁止他们做的东西时 神还会耐心的教导他们 可是在西乃山之后 神就立刻马上把他们处死 众人就把那人打死了 还有其他种种的例子 你们可以在荧幕上看到 现在他们的悖逆 为自己惹来的是杀身之祸 神降杀的再也不是怜悯及供应 而是水火无情的审判 所以为什么出埃及记和明书记 明明就是同一样的事件 可是耶和华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在以色列人上了西乃山之后 你们可以从出埃及记十九章 看到明书记十章 神赐了他们律法 实戒 为他们预备了 最被得赦免的方法 献祭 祭司 也设了一个会幕 来住在他们中间 与他们同在 不但如此 神也与他们立了一个约 让他们有特权 来成为神圣洁的子民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 神做了这一切 就是一直叫教导他们 神的主权 启示给他们 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让他们能够认识神 也因着信靠神 顺从他的律法 可是 因为这些子民的邪恶 他们拒绝了神的主权 即使神显示了他自己 教导了他们 生命在于神的这个真理 他的子民 还是要以自己的方式 去定义生命 而为自己而活 不要神 生命对他们而言 就只是眼前所看到的 身体所感受到的 食物 水 他们的感受等等 而不是神的计划 而不是神本身 所以他们一饿就埋怨 他们一渴就要翻坐 这就像好像有一些小孩 没有给到他要的东西的时候 或者只是要让他挨苦一下 就为了训练他 他就完全造反 大发脾气 不但如此 他还把你说成 比戈壁的吝啬鬼 更没有良心 所以神的审判 才会一发不可收拾 在生命记第八章 神要他的子民 领悟到的就是 人活着 人活着 不是当靠食物 更要是靠 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十六节 使你受苦 要试炼你 使你终究得到福了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财富是我的力量 是我守的能力 使我得着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 是他赐给你的 神让他们在旷野挨苦 就是要他们学习 生命在于神和他的话语 为什么你有玛拿兹 你会在旷野 你会挨饿 埃及人会被打击 也是因为耶和华 他们有能力 在旷野里生活 都是因为耶和华 完全的供应 这也可以让我们今天 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人活着 是靠着耶和华和他的话 不是因你自己的才干和智慧 或者你的独立文凭 或者你的银行户口 即使你有能力生存 还不是因为耶和华 赐给你这些能力吗 神是生命的泉源 即使你的生活再苦再不顺利 只要有神与你同在 有神的认同 神做你的王 这就是生命了 可是 这般耶稣人 却不要这样子的生命 他们不明白 进入应许之地 最大的祝福 不是活在今生的丰盛的生命 而是能够与神同在 他们所定义的生命 就是自己想定义的生命 肉体的满足 他们看到的就只是自己 自己饿不饿 心不辛苦 就好像全世界包括神 都应该要缓让着他们转移 这就是邪恶 在神的世界里 夺取神的王位 抢夺属于神的荣耀 他们一点都不在乎神 还藐视了神 来去填满他们肉体的版主 把耶和华 讲得比法老王更要邪恶 所以他们的悖逆和埋怨 一点都不可原谅 因为他们就像他们的祖宗 亚当和夏娃 要以自己的方式 去定义和主宰生活 而且他们也拒绝了神 和他的主权 明书记描写了一个 十分悲观的场景 十二章 以色列人质疑神的选择 十六章 他们拒绝神所拣选的领袖 反抗摩西和亚伦 所以神把一切反抗的人 都用地吞下去硬件了 而且又用火灭了250个人 最后也用瘟疫 击杀了14700个人 这些种种严重的审判 让我们看到 当人拒绝王权 神的王权的时候 就连神自己的子民 他也无法容忍 最后 在13到14章的时候 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对面 可是 他们却无法承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那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 第13章 他们在归探迦南地的时候 看到敌人强壮又高大 他们就立即忘了神的应许 说 32节 我们经过要归探的地方 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看到人 个个都高大 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巨人 而且是亚纳人的子孙 是巨人的后裔 我们看到自己 就好像扎猛一样 他们看到我们 也是这样 又一次 他们只是用自己的肉眼 去看事情 所以他们就害怕了 因为他们依靠的 不是耶和华 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 所以14章第一节 当时 全体会众开始大声喧唬 那夜 众民都哭号 以圣灵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 全体会众就对他们说 但愿我们死在埃及地 或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来呢 死在刀剑之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要被掳尽 我们要回去埃及地 岂不是更好吗 于是 这个更糟糕 第四节 他们彼此说 我们立 我们另立一个首领 回去埃及吧 哇 你们看到神子民的邪恶吗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定义什么是生命 而拒绝了神做他们的王 神的计划 他们不但不信神的主权和大能 他们还把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到耶和华的身上 最后还要以自己的心意来立一个首领 带领他们回到去埃及地 来去侍奉埃及王 问题 其实不在于他们胆小 不信神而已 问题 是他们没有把神尊为大 他们一点都没有在乎神的荣耀和计划 过于自己的性命 他们被约了 在多次被逆神的行为中 以色列人拒绝进入应许之地之举 把神的耐性推到了极限的地步 敌对耶和华的换来只是死亡 他们既然要选择敌对神 神就审判及诅咒这般的以色列人 不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神说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除灭他们 他们绝不看到 他们绝不得看到 我向他们祖宗启示的应许之地 藐视我的 一个都不能看见那地 29节 你们的尸体 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中间被数算的 被数算过的 就是按着你们的数目 从20岁以上向我发过怨言的 都不得进入我启示给你们所居住的那地 32节 至于你们的尸体 至于你们的尸体和你们的尸体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女儿 你们的儿女 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担当你们背信之罪 直到你们的尸体在旷野都灭尽了 不但如此 更可悲的是 就连摩西和亚伦 神所特别拣选的先知和祭司 而且在以色列人都反抗敌对神的时候 唯有他们两个站在神那边 感到愤怒及忧伤 对神依然中心 尤其是摩西 更可悲的是 就连他们两个人 到了明书记二十章 因为他们的不信 不尊神为圣 他们也走向了同一个的结局 神不容许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明书记二十章 神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也不得领着惠众 进入我所赐的地 无法进入应许之地 是一个极大的诅咒 就好像当初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一天远一样 这意味着神跟他们关系的破裂 神除去与他们的同在 从这 我们就看到神有多么的在乎他的圣洁和荣耀 他没有因为以色列人是他子民的关系 所以就原谅包容他们 反而向他们大发烈怒 重重地审判了他们 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教会 都在广大神的爱 神的宽容 极度缩小神的圣洁 和他对罪的恨恶和审判 或者更糟糕的 完全不提 这怎么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神是一样的呢 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 巩固圣经神学的话 你自己不单会喜欢这样 广大神的爱的这样的神 你自己还可能会是那个广传这样的神的人 当然我不是说神不是爱 因为只有审判 神的确是爱 可是神的爱和圣洁是不能分开的 而且他的爱是限于他的圣洁 英文叫Holy Love 圣洁的爱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即使神爱他的以色列人 可是当他们污蔑神的圣洁的时候 神就严厉的审判他们 并击杀某些人 所以如果你看到神的爱过于一切 包括神的圣洁的话 这不是圣经的真理 我以前有一个小组的组员 他跟我分享他之前几乎要离开了神 每去教会不去小组 对神的态度极度糟糕 他自己知道自己犯罪了 所以他就想找一个基督徒的同学来听真理 被骂一下 好让他自己能够醒过来 结果他的基督徒同学对他说 是的 我们都是罪人 可是记得神很爱我们 神爱我们 爱到把耶稣都钉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会理解的 我也明白你的困难 只要你记得 每次犯罪的时候 就求神赦免了 OK 真的吗 那么神的圣洁呢 你目前所认识的神 是这样的神吗 想一想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一直出轨 每次回来跟你讲 宝贝哦 对不起 然后明天又乱搞 回来又说 宝贝哦 对不起 又再乱搞 每一次的对不起 换来的只是背叛 讲真的 你会接受吗 如果你连这个都接受不到的话 何况是神呢 如果你认为 哎呀 Christine 就是旧约的神啊 比较严厉 新约的神 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 就比较不一样一点 那么 你就其实 不认识圣经里的这个神 因为神 从来都没有改变 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都一直看到了同一个主题 那就是 神不会因为他的子民的失败 而改变他圣洁的标准 他也不会妥协 他的圣洁 从创世纪到明书记 在以色列人悲逆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神是如何拒绝及击杀他自己的子民 你觉得神会在今天21世纪比较会包容罪吗 神在新约也说 罗马书6章 那边说道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而在恩典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绝对不可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 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 感谢神啊 17节 你们虽然做过罪的奴仆 现在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的教义和规范 18节 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义的奴仆 这就是说 身为基督徒 透过基督 我们全部都已经从罪里得释放了 那么 你就不应该继续的犯罪啊 好像你是罪的奴仆一样 表示说 神 还是跟旧约一样 仍然不能接受罪 所以 才把我们从罪里释放出来 17到18节 好让我们有能力做义的奴仆 顺从神 现在 神的子民 无法进入应许之地 那么是不是说 神的国度的计划 就无法完成了呢 高伟寻说 明书记记载了 以色列人多次的悖逆不幸 来证明他们是 无能死守圣月的 这个可怜 令人沮丧的事实 有他好的一面 就是 人的不幸和失败 永远不能胜过神的信实 人的不幸和失败 永远都不能够胜过神的信实 在明书记 以色列人在罪的绝望中 神透过一个外邦的先知 来展现 来彰显 他的信实 开启了一丝希望 让我们一起来看 明书记22到24章 你们应该花一些时间 自己读和深思 这一段的重要性 凌书记22到24章 在这里 因为神使以色列人 强大起来 所以那时的摩亚王巴勒 就受到他们的威胁了 所以他就请一个 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知 叫巴兰 到他们那里去诅咒以色列人 好使摩亚人能够击打他们 可是神却透过他超人的力量 用了驴子跟巴兰说话 要阻止他去诅咒他的子民 所以到最后 巴兰在他四个预言 都没有诅咒 反倒祝福了他们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在以色列人的堕落中 巴兰预言了一个 关于以色列王的大计划 在巴兰的第三个预言 巴兰在描述了 以色列的王 必超越雅加 这个以色列王的国度 必被高举 显示他的王权 是如何在他的所有敌人之上 而且不但如此 在巴兰的最后一个预言 巴兰更让我们看清楚 这个王 他说 十七节 我看见他 我看见他 却不是现在 我望见他 却不是进出 必有一心 从雅各而出 必有一仗 从以色列升起 他必打碎 摩压的耳间 粉碎一切 摄特人的头顶 十九节 有一位从雅各而出的 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 余下的人 在这里 巴兰在描述 以后 必将会有一个君王 从雅各 以色列而出来 而这个王 带着耶和华的权威和力量 为神粉碎他所有的仇敌 摩压 象征的是 阻止神国度计划的一个 邪恶势力 这就让我们联想到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撒旦的后裔 这女人的后裔 就是指着 这个应许的王 巴兰所说的 这应许的王 他如何会击打撒旦 的后裔 摩压的额角 和色特人的头顶 这个福音的提示 也意识着 这王 会如何打败罪的权势 因为他有能力 政府 邪恶势力的君王 所以让我们在一路上 我们就会收集一些 王的特征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以色列王的特征 一 他是从雅各而来的 以色列人 二 他必会 靠着耶和华的力量 消灭所有耶和华的仇敌 三 他也可以打败罪的权势 因为他征服了 邪恶势力的君王 我们就会一路上 收集这些资料 这巴兰的事件 是一个极大的奇迹 因为一个敌对神的外邦人先知 既然会知道神的计划 及他对以色列的应许 不但如此 他本来要敌对神 咒诅以色列人的 最后反倒顺服了神 祝福神的子民 这让我们看到 一 神在他的国度计划 有绝对的主权 以色列人的腐败 不会也不能停止神 完成他国度的计划 即使有敌人 要摧毁这个计划 神反而让他们成就 跟完成神计划的一步棋子 第二 神的能力超乎一切的权势 包括他的仇敌 他的王权 不只是展现在他的子民身上 就连他的敌人 也无法摧毁神的计划 这圣经的神 不是一个跟他的敌人平起平坐 然后再看是谁赢 就好像这一幅图一样 不是的 因为神不用打 就已经赢了 神远远的超越一切 他也利用他的仇敌 来祝福他的国度 完成他的计划 就连他的敌人 包括魔鬼在内 都只能够降服 在神的主权之下 为他效劳 所以你 今天有完全的降服 在神的主权之下吗 你要抵对神吗 因为你是永远都不会赢的 你要在神的世界里做王 你可以继续骗自己 你可以继续觉得自己生命很好 然后继续为自己而活 可是不要忘记 到最后 这个世界 这生命 就只有一个王 那就是神本身 就连魔鬼 强大的埃及王 法老王 强大的摩亚王 巴勒 这些敌对神的 到最后 他们还是非得降服 在神的王权之下 而且 神还透过审判 摧毁他们 来完成他的大计划 你有看到人 有多么的渺小吗 我们今天在21世纪 就只是在这边 短短的 50到80年而已 然后 你的生命就 结束了 可是天地 却要不变 神 却会永远的掌权 那你还要觉得 你自己很厉害吗 活一个敌对神的生命 看过了以色列人 陆续的悖逆 这巴勒的应许 让我们在绝望中 看到了一个希望 人的不幸和失败 不能胜过神的信职 神应许 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 建立他的国度 由于以色列人 实在是太罪恶了 他们根本无法 靠着自己 遵守上帝的约 他们会的 就只有被约 拒绝神 所以神在自己拣选 所以神就自己拣选 并兴起一个君王 来完成这计划 也带领这些不配的子民 来到神的国度 那真正的应许之地 那么谁是这个应许的王呢 神从明数纪 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在讲述 这个王了 生命纪整本书 是摩西在死前的肺腑之言 他回想起神的应许和恩典 以色列人的失败 自己的失败 就说了整本书 以预备新的一代 迈入应许之地 在这本书 生命纪四章到二十六章 你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律法 律法的关键 就是神做他们的王 所赐下律法 来教导他们 要如何活在神之下 神的子民 他们就应该要顺服神 遵行他的律列 这就是神明 就好像这一些经文所述说 全部律力的中心 就是生命纪第六章第五节 你们要全心全信全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生命纪第十一章 爱耶和华你的神 一心一意 侍奉他 你可以看到 律法的中心 不是要做这个 做那个 做这个 不是 而是 我们要爱神 要把神尊回王 所以我们要以他 所定义的方式 去活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才做这个 做那一个 这就是神的形象 如何应该要靠着神的话语去活 反映他的荣耀 而不是自己的荣耀 亚当和夏娃 在创世纪一到二章 就应该领悟到这个道理了 这就是神的子民 应该活出来的生命 尤其当他们在应许之地的时候 所以摩西才在他们 进入迦南地之前 劳心劳费的说了那么多 让他们明白 神如何是他们的王 他们应该要如何顺服他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待圣经 就只是做这个 做那个 做神眼里的好人的话 这样你只会把基督教 道德宗教化而已 而且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每一个宗教都在提倡要做好人 行好事 做这一个 做那一个 不是吗 道德是环绕着神 因为是神决定什么是律法 是神决定什么是道德 是神决定什么是善恶 所以基督教的中心是神 然后才是神的律法 而不是律法本身是神 所以这个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爱耶和华你的神 一心一意事奉他 这就是律法的中心 就连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 35到39节 也同样说到一样的话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神在实际讲不可杀人 可是在约书亚纪 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他又吩咐他的子民动刀杀人 这就是那个道理 当你把基督教变为道德来去看的时候 你其实就跟新约的法利赛人 你有两样 扭曲了整个基督教 今天你可能会是看起来像是那一种的基督徒 做很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 灵修啊 祷告啊 去教会啊 不说粗话乖乖的侍奉神 可是你的生命和你的私欲 却不以神为中心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这样的基督徒是真的爱神吗 如果这是你的话 其实你比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更恐怖 因为你的虔诚道德的作息 已经让你看不到你有多么的罪恶 外表你会说 是咯 我是一个罪人 可是可能你的心底 其实却觉得神对你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心底看不到有多么的邪恶 所以希望这个能够让大家好好的反思 所以律法的中心不是律法本身 律法的中心是神本身 所以生命纪28章就记载了 遵命之福和唯命之祸 说到的是因为神是他们的王 所以只要顺服神的才会被得祝福 而违背神的就会被诅咒 即使他们是神的子民 或者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 他们一旦违背了神 他们还是会被诅咒 想一想 那么摩西写了这些律法给他们 是不是要他们做到呢 有趣的是 其实摩西已经迟到他们做不了了 摩西在他生命纪32章的歌 他就已经预言了 他们领受了这个恩典后 将会对神离弃和藐视 所以以色列国必遭受惨败 神会离弃他们 也会把他们沦落到敌人的手中 虽然以色列人已经有了神的律法 可是他们却无法达到完全遵从神的律法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即使有了神的同在 有了律法 有了神所拆派的领袖 他们还是仍然遵守不到神的律法呢 是因为人的心是误会的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 即使他们有神的同在 有摩西 有亚伦 有神的律法 等等这些外在的元素 根本都不能够改变这些子民的悲逆 因为这是心里败坏的问题 所以他们根本自己也做不到什么 神明记三十章说到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外在的力量 为他们做一个新的手术 把心里的无愧除去 这样以色列人才能够全心 全意 全力的爱神 遵从神的律法 不单是摩西 其实约束亚 也是已经明白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所以他向以色列人说 约束亚二十四章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他是嫉妒的神 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 可是 当约束亚说了这句过后 以色列人却不相信 否认约束亚的主张 在二十一节他们就说到 不 我们必定会侍奉耶和华 约束亚要他们明白的就是 人类被罪恶捆绑的无能 这个不能在十九节 就讲述了人罪的本质 心的问题 这让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即使他们要选择 他们的心就只会倾向悖逆耶和华 不遵从他的律法 你们也可以参考这些的经文 马可福音七章一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三章九到十八节 以福所书第二章 还有耶利米书十七章九到十节 他们没有能力跟随神 心底也不要神 那就是为什么既然他们看了那么多神的神迹 有了律法 祭司 会墓 献祭 等等 他们还是会拒绝神 你今天可能会觉得 哎哟 他们那么笨 一直犯同样的错 到了神击杀他们 还是没有学到那功课 这样笨 那我就跟他不一样了 我只是看圣经 听牧师讲道 我就会乖乖地听神的话 我会守他的律法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那你根本都不了解 神如何渐进式的 从他们的身上反映了我们全然堕落的问题 以色列人会这样悲逆 不是因为他们自伤有问题 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那就是心 心理的腐败 你和我 跟以色列人 其实没有两样 因为我们都活在罪恶之下 所以罗马书三章在新月才说到 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 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的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没有明白人 没有寻求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 一同变为互惠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有看到自己的罪恶吗 那么可能你会想 既然他们都顺从不到了 那么摩西还给他们律法干嘛 这律法很重要 因为它反映了神国度的模式 一个有神做王的一个国家 就好像伊甸园的时候 神的子民应该要如何活在神之下 活出他们的生命 荣耀神 没有这些的律法 我们就完全不能够了解 神圣洁的标准 这也让我们看不到 这也让我们看不到 自己是多么的堕落 多么的需要神的恩典及怜悯 在生命纪十七章 我们又看到了 神渐进的启示 他要立的君王 从巴兰的第一个预言 神会要立从一个雅各来的王 而现在在生命纪十七章 摩西竟然要讲述 关于王的律法 这是一个奇迹 因为摩西的时代 并没有以色列王 而且他们也不需要 因为神就是他们自己的王 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工作的话 摩西怎能会知道这些事呢 生命纪十七章 十五节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的神 拣选的人 做君王管理你 这个属神的君王 他必须是十五节所说的 神自己拣选的人 第二不但如此 依靠这个君王必须要像十六节这样说到 他要依靠神的话 来去治理神的国度 十七节 这君王必须是要爱神过于一切的 十八到十九节就说到 这君王必须要看重神的律法和律令 所以他会为自己超顾一份副本 而且那副本要藏在他的身边 他一生的年日都要朗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的神 经手遵行 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的律令 所以只有透过这个王 神的子民才会有希望 所以问题就是 这个王到底是谁呢 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 得罪耶和华的那一带已经死光了 新的一代会记得父母辈的惨痛和失败吗 罗西在他死前就按手在约书亚身上 交棒给他 他就充满了智慧的灵 就像《生命纪》三十四章说到一样 这表示约书亚是神派来的 也可以看到一个要带领神子民的领袖 必须要被神的灵充满 靠着神的力量而不是自己的力量 到了约书亚纪 约书亚就带着以圣列人新的一代 前往应许之地 同样的圣越是有条件的 即使耶和华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 作为掌心的开始 他也向他们保证 耶和华自己是那一位为他们战争的神 可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 他们就会带来违命之祸 所以出发前 约书亚就再次的提醒了以色列人 约书亚一章六节说到 你们要坚强勇敢 你们要坚强十分勇敢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吩咐的你们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第九节 你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们无论去哪里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要记住 耶和华你们的神 赐你们安息 他必把这地赐给你们 在这里 约书亚一章再次的提醒他们 战争胜利的定义 不在于你有多强 他们有多强 敌人有多弱 而是在于 与你们同在的神 神是信使的 他必为你们打仗 所以不要因为你眼睛所看到的害怕 所以不要因为你眼睛所看到的 就害怕退缩 像你的祖父一样 拒绝了神的话 这战争是耶和华的 耶和华要借着他自己拣选的人 完成他的事工 这就是约书亚要他们明白的 所以一路上 神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的歧视 就好像摩西的时代 神怎样把红海分成两半 他也如何把约旦河分成两半 好让以色列人能够过道去对面 这些的奇迹就是要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 迈向战争 知道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所以这本新的一代就听了神的话 围绕了耶利哥的城门 走了六天 一天围绕一次 到了第七天 他们绕城的时候 祭司就大力的吹脚 整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下了 以色列人就冲进城里 人人向前 他们把城中的一切 无论是男女老幼 牛羊和女 都用刀杀尽 把城攻取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他们能够承受一曲之地 唯一的原因 是因为神为他们战争 他们怎样知道几时冲进去呢 几时吹号角 试水吹等等呢 不是神告诉他们吗 是神的话语定义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而且吹号角 整个城墙就倒下 是一个很不符合逻辑的事件 你试下去买喇叭 然后在你的家楼下走了六天之后 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 大力的吹 看 看你的家会不会整个倒下 神 就是要再次教导他们 他是谁 就算人再建立再坚固的城墙都好 神的一句话 就能够让整个墙倒下 所以他们对圣月的顺服 就是胜利的途径 在四十年的审判后 以色列人终于成功的进入了应许之地 这是当时最辉煌的时刻 可以说比打倒埃及人的那事件更加辉煌 因为这战争反映了神国度的建立 给了神他配得的荣耀 神透过他所拣选的领袖 带领一班属于神的几名 为着神的计划 铲除所有神的敌人 接近那地 而且也借使慢慢的扩张他的国度和荣耀 这就是人类本来应该要做的啊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邪恶 从神在创世以来 这是第一次 有一大群人 为着神的荣耀而战斗 不再像是巴别塔那时 为的只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奋斗 所以这是最辉煌的时候 因为创世纪十二章的应许 终于有苗头了 竟然约书亚接着他对神的信心和顺服 成功的带领了神的子民 他入应许之地 那么他就是巴兰所应许的君王吗 第一 约书亚二十三节 他死了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 约书亚不是永久的君王 第二 以色列人罪的问题 并没有被解决 因为在约书亚死了后 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状况 沦落到另一个亲切 所以约书亚不是巴兰那时所应许的 那一个所盼望的君王 可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 看到了一些王的本质 这以色列王的特征具有 一 他必须要完全顺服神 照着神的话跟律法 来去管理他的子民 二 他必须要依赖神的话语 而不是自己的话语 自己的心意 第三 他必须要在乎神的荣耀 中相的关系 过于人 想一想 如果约书亚真的是在乎人 过于神的话 那么他就可能不会带 神的子民一同进入应许之地 然后击杀全部当地的居民了 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 那么神所立的约完成了吗? 就像摩西死前所预言的 《诗诗记》描述了一个极度堕落恐怖的画面 当他们开始强盛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耶和华 也开始气焰嚣张 不听神的话了 显然 即使他们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 他们跟上一代没有两样 依然邪恶 约书亚去世了后 他们继续占领应许之地 因为有一些地还没有完全的取向 在他们占领地的时候 他们竟没有把当地的居民 当地的外邦居民赶走 而且又开始跟他们一起来往 住在一起了 就像《诗诗记》一章所说的 当然跟别国的人住在一起 并不是那个问题 因为摩西本身 他也是娶了别国的女子 古时王的儿女 神在约书亚记二十三章 叫以色列人要把当地的居民赶走 是为了他们的圣洁 以免他们跟随别国 侍奉敬拜他们 拒绝了耶和华 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六节说到 所以你们要十分坚强 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使你们不偏向左 不偏向右 使你们不与你们中间剩下的那些国家的人来往 他们的神的名字 你们也不可提 不可指向他们启示 不可侍奉他们 也不可敬拜他们 因为那日 当他们背弃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必离弃他们 使别国成为他们的敌人 而且耶和华也会使这些的神绊倒他们 成为他们的网络 自命上 果然就像神启示的一样 他们 当他们让当地的居民留下的时候 他们就跟从了外邦人去敬拜别神 所以神在四十记二章 就让他们行他们所要的 也审判他们说 第二节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你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必不把他们从你们中间 我必不把他们从你们的面前赶走 他们要做你们的敌人 他们的神也要做你们的网络 耶和华的使者 对以色列众人说了这些话 众人就放声大哭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 神并没有苦苦哀求他们要接受他 挽留他们的心 就像我们今天所描述的耶稣一样 在我们心外扣门 接受 等着我们的接受 不是的 神从来就不会这样 神也不需要这样 降低自己 哀求等待人来接受他 如果你的小孩从来都不听你的话 每次都很过分 惹你生气 你会贵则求他 听你的话吗? 一个好的父母是绝对不会的 何况是神呢? 所以以色列人在一次拒绝神的时候 神就任凭他们 换来的只是神的审判 国家的惨败 这个不是只是在旧约的神而已 在新约 他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起 你就可以看到 当人敌对神的时候 二十四节就说到 神任凭你心 你心里所要的 所以三十二节 死亡 就会是他们的结局 神在乎的是他的荣耀 当人自以为是 开始起来敌对神的时候 神绝对不会让人得逞 这只是一开始 当你继续看下去 四世纪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一个国家 越来的 越来越腐败 因为他们的悖逆 自以为是 这小小的以色列国 开始被灵国攻打 受他们的逼迫 这也是神对他们被约的审判 他们继续行了 许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沉迷于宗教混合思想 跟从别的神 到二十 诗实记二十和二十一章 更糟糕 以色列人杀害彼此 强奸女子 要杀就杀 要乱搞就乱搞 以色列几乎已经成为了第二个所多玛了 所以诗实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就说到 在那些日子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这就是诗实记最经典的一句话了 也能够完全的表示 诠释他们当时的状况 到了诗实记 即使他们过了那最辉煌的时期 在诗实记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为神打圣仗 洁净这地的话 再也不是把当地的居民赶走了 而是击杀自己的以色列人 这是一个极度可悲的场景 因为好不容易 新的伊甸园才刚开始 他未能扩张神的荣耀 结果神的子民 就因为自己 而要抢夺神的荣耀 本该被祝福 结果被神重重的审判 神自己也击杀了他自己的子民 就好像创世纪三章 人背逆神 然后被咒诅的这个事件的重演 在他们被欺压痛苦中 他们向神认罪悔改呼求的时候 神就兴起事实拯救他们 脱离敌人的手 这些事实有耶和华的灵 在他们的身上 诗实记三章十节和十一章二十九节 这些的事实 能以超过人的能力 来打败以色列人的仇敌 当国事比较平定之后 这些事实 就会以领袖的身份 来去治理这般的百姓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需要圣灵呢 由此可见 以色列人不能为自己做什么 因为人充满邪恶 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神拣选的王 被圣灵充满的人 靠着神的 靠着神自己的力量来去救他们 如果是单靠这些事实本身的话 他们自己也是充满罪孽啊 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领袖呢 只能够靠着神自己的力量 他们 这些人 才能够为着神的名 行大事 那么可能有些人会问 事实 这些的众事实 是神所预定的君王吗 既然他们大有能力 他们还有圣灵 被圣灵充满呢 没有 没有一个事实比别人更好 这些的事实 有狡猾阴险的 西甸在神呼召他的时候 忧郁不觉 忧郁不觉 一直跟神辩论 残孙 大脑简单 玩弄女性 最后也因为女人 而惨败在菲利士人的手上 不只是以色列人的腐败 就连神所拣选的事实门 也都一样邪恶 原本应该当一个好君王的职份 来带领并拯救神的几名 可是他们却让以色列国 活得像没有王一样 个人包括事实 都在行自己眼中所看为对的事 即使他们到了应许之地 一 他们并没有回护神的圣洁 反倒玷污了神的荣耀 事实也不是那应许的王 他们的问题有两个 一 他们不是神所拣选和他行义的君王 第二 他们也不是永久的君王 他们需要延续的继承 他们也需要神永远的统治他们 这个观景只显示了一个更绝望的深坑 即使他们到了应许之地 这未能改变子民悖逆的心 神兴起了重事实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神的律法 活在神之下 反映他荣耀的生活 只有当神的子民有一个和神心意 完全顺服神的一个君王 这些子民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希望 从四世纪里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以色列王需要有的特征 被圣灵充满 和神心意的 他也必须要是一个永久 不需要延续继承的一个君王 很明显的 神的子民 就算进入了应许之地 就算有了神所拣选的领袖 摩西、约书亚、世事们等等 神子民罪的问题 还是无法被解决 国家的悖逆 还是一直让神的审判 领到这些以色列人身上 这让我们盼望的是一个能够改变一切 成功建立神国度 扭转神的咒诅 只有神的子民脱离罪恶的捆绑 基本上 只有这一个人 基本上 就是能够应愿这些特征的君王 整本圣经 就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从旧约都一直在预表的 耶稣基督 这些所列下的特征 完全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 耶稣是亚伯拉罕 Sorry 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意味着他以色列人的身份 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 神把耶稣做为主 也让他带着神的王权去击败所有神的帝人 就像以色列人当初如何在神的应许之地 铲除全部神的帝人一样 耶稣完全的顺服神 以至于死 在他40天的试探 他也完全靠着神的话语而活 不像以色列一样 耶稣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 也是因为他在乎神的荣耀和计划 超乎一切包括自己 他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不但如此 在他受洗的时候 天也开了 神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说喜悦的 自从创世纪三章之后 神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 你是我的爱子了 除了耶稣之外 而且耶稣为神所建立的国度 是永恒性的 他不需要每一年都来更换 他自己也不会死 他复活后就永远的活着了 虽然耶稣和约书亚在希腊文是一样的字 可是耶稣是真正的约书亚 约书亚带领神的子民进入了应许之地 可是耶稣既能够带神的子民一同迈入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 到了最后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上做哪些的应用呢 一 神会永远的做王 他也把他的王权交给了基督 所以你目前有屈服在神的王权之下吗 还是你在抵对着他 从神对亚伯拉罕立下的应许 到神自己领他的人他的子民出埃及 然后成功的进入到应许之地 这一切我们都看到神完全的主权 不管法老王摩亚王有多么的不喜欢神的计划 到最后一切还是会照着耶和华的计划而走 因为他是高于一切万物的神 当我们降服在神的王权时 这不是只是心里或者口里承认 嗯 神就是神哦 因为这些只是承认 因为这只是承认神的主权 而不是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真正的降服是把神尊为你生命的王 而你就会像他的仆人一样 整个生命都会为着他的旨意和他的计划而活 渴望神得到荣耀 那么你是站在哪里呢 你要神做王 还是你要自己做王 第二 如果你要神做王的话 接着耶稣 我们就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 成为神国的子民了 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 他们在等待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却等待进入新天新地 可是我们却不需要像他们一样 一直得罪神 一直敌对神 因为借着耶稣 我们有了圣灵 也有了一颗心 也有了一颗心的心 所以那么身为神的子民 我们就应该要竭力追求 圣洁 以神为主 荣耀神的一个生命 这当然不是说 一旦你成为基督徒 你就一定会完美的活出神子民的一个生命 当然一天我们没到新天新地 我们都是还是会有挣扎的 可是重点是 你有没有尽你所能 在对抗你的罪呢? 不但如此 你有为着神国度的计划 教会 福音的工作 你有为着这一些而去奋斗吗? 你有在乎神到底有没有得到他配的荣耀吗? 今天我们所说的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所出的一切化 你真的是相信这句话吗? 如果是的话 那么为什么你还在为着今生的生命 财富 荣耀 安定的生活 而去奋斗呢? 第三 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所以他也很在乎他子民的圣洁 刚才我们也看到 当神自己子民不顺从神 敌对神的时候 就连他自己的子民 他也会审判 因为神是个圣洁的神 那么你有看中神教会的圣洁吗? 那么你有看中你自己生命的圣洁吗? 就好像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迈入迦南地的时候 如果这些人 他们在乎人或者自己过于神和他的圣洁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不可能可以顺服神的 他们也完全不可能会把当地的人财产 还有一切的东西都铲除 所以如果神是你的王的话 你是他仆人的话 当教会没有忠心的广传神的话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呢? 当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 你会用爱心说诚实话吗? 即使这个弟兄姐妹不听 你会想尽办法 用神的真理继续的督折去认及他吗? 因为你关乎的是神的圣洁 过于他要怎样看你 过于他们自己的感受 这才是真正的爱 一个以神的圣洁为根基的爱 盼望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也能够跟你的小组组员 一起有一个好的讨论的时光 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的怜悯及恩典 使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有机会来成为你神国的子民 有机会来服侍你 也有这个荣幸 参与你从创世至末日 在作者的国度的大计划 感谢你在我们敌对悲逆的时候 赐给我们耶稣基督 好让我们这些无罪 好让我们这些无助被最捆绑的罪人 有个新的生命 也能够有迈入 新天新地的福分 求主继续的怜悯及带领 帮助我们不掉入试探 不继续的硬着心 继续为自己所定义的生命去活 求主帮助我们 真正的做出改变 靠着圣灵的力量 先被我们自己 不再为自己的私欲奋斗 而是为你国度 你的荣耀而去奋斗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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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frighten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